点入电梯类的呀 咱们5月份上打 养好院的与你同开赛 然后明天我带大家 打一个小赌赛练点手 我叫樊金林 97年河南雪上人 首先来是五家养好院的院长 也是现在老年电竞战队的队长 其实最开始我们只有 两个老年人玩电竞 一个奶奶就说 我每次回到家 我的小朋友所有人都不跟我说话 然后帮我玩游戏 我当时就说 要不然来这儿 我教你玩的好 以后他天天就找你玩 然后这个奶奶 一玩就行 真真正正正的能够自己玩 我就想要不然 我就给这支老年电队 让这些奶奶真正的 把电竞这个东西拿起来 当老店在这里 能够找回这些年薪成功 没有玩到的快乐 我想把这个阳王院 打造成一个 以超玩为主的阳王院 里边有 游压室 然后有桥酒馆 还有这样的电竞编队 甚至还有 进步间分打一间 这样的就叫阳王院 这来是我梦中的一个请问 因为在前期有很多机构 想有千万的价格来收购 我们整个项目 但是我就觉得 奶奶们就是来这儿得 享受晚年的 来快乐的生活 并不是制造流动的工具 所以说 我全部都拒绝了 我愿意用自己的 真心和初心来做好这个阳王院 我的第五家阳王院 就是现在大家知道的 王宫阳王院 其中的老人 可以通过拍摄视频 然后我们会帮他们 减免 甚至免费可以入住当院 我们现在想要减免 来报名的老价格 有一百多名 都是在全国各地的老人 我们也会通过一些 比如说网友投票啦 或者说这种随机抽签 那个行政老人住进来 我们也希望能够 我们这个院越作业大了 这样的话就能够开 更多的民主养老人住进来 我们等着想解释 人家睡觉啥呀不行 就是玩 很荣幸我们能够在 这个伟大的时代 我们要和所有国一起成长